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 据《湖南日报》报道 株洲海关通过优化进出口贸易方式 深挖暑地开放型经济存量等方式 不断推动陶瓷产品出口迎来开门红 至今年1至2月 株洲地区出口陶瓷产品3.3亿元人民币增长32.6% 株洲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 1月株洲市进出口总值14.41亿元 同比增长11.7% 其中 株洲市1月份出口额9.65亿元 增长13.8% 进口额4.76亿元 增长7.6% 从贸易伙伴上看 1月株洲与美国双边贸易额为2.28亿元 增长46.9% 其中出口额达到1.9亿元 增长34.4% 占到株洲出口总额的19.8% 株洲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额为3.1亿元 增长6.9% 增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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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增加